共享感恩节大餐是美国家庭的传统 火鸡是必备的主菜 但在美国华府 一些素食者却以完全不同的全素菜肴来庆祝感恩节 今年华府素食协会和酒店合作 为来宾准备了多道精致的素食料理 除了水果 蔬菜 核桃等搭配的沙拉之外 还可品尝到烤甜薯 蘑菇烩饭 烤土豆 意大利水饺等多道美食 以及南瓜派 巧克力摩斯等甜品 葡萄酱 甜蜜蜜 然后咸咸酱 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聖誕生日 我认为我会觉得我会觉得很好吃 很多人说我会觉得我会睡觉 我们不必须做这些 我们会觉得能够能够做得很好吃 今年的素食料理全部由非转基因食材制作 主办方也希望以此来倡导健康 环保 动物保护等理念 聖誕生日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聖誕生日 关于朋友 关于家庭 关于食物 所以我们喜欢做这些 这一活动从1975年开始举行 今年已是第45届 传统的感恩节大餐是以烤火鸡为主菜 再配以火腿 土豆泥 红莓酱 以及蔬菜沙拉和南瓜派 苹果派等等 而今天在这里我们体验到的是一场完全不同的全素食大餐 不知您感觉如何 想 정acional放选 希望我们有活动 应该如何 我们参加金钱 这场宝贝ノ